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到真言的第四章 每一天读一章圣经,每一天都读真言 你就得到很多的智慧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只能够读一小段 我们来读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 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教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纯迹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变得纯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拼离我口中的言语 那等等很多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 所欧门为什么那么有智慧 当然你知道他向神求智慧 那我进去想说 为什么神那天会向他显现 那么多的王 上帝也没有在他们登记的时候 就向他们显现 就是独独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到底为什么神 这么对他这么好 弟兄姐妹很重要 一件事情 就从他的治理行间 他说他在父亲面前 为什么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教儿 我们就看见 他从小就是一个顺命的孩子 在母亲面前 他是独一的教儿 这个教儿就是充满着 母亲温柔的爱 所克户成长的 那个意思 他在母亲的温柔的爱里面 克户所这样成长的一个孩子 那我想每一个妈妈都是 对孩子都是很爱很客户 但是有些孩子真的很调皮捣蛋 那只好怎么样 就是又骂的 又揍的 那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看见 这个所罗门从小 他就在父亲的 他们不会去惹妈妈的生气 他就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 是不是 弟兄姐妹真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就是这样子 我妈妈特别钟爱我 那因为我很贴她的心 我很贴她的心 所以我很知道 什么叫做 在她的母亲面前 是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娇娇娇娇娇娇娇 真的 因为我妈妈 我就看见 妈妈很辛苦 以前她要做 我爸妈开一个小的油漆店 所以有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陶板娘还要煮饭给伙计吃的 那我们一家已经够多了 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我们一家就九个 是不是 还要再加三个 那你知道 我们家吃饭都是一个大圆桌 你知道那些伙计都很会吃的 所以你知道吃饭以后就杯盘拦击 谁洗呢 谁洗呢 当然就是大的要轮流洗 但是有些 我有些哥哥姐姐 就赖皮 那结果什么 那我就会晚上 这个九点多 我就会去把那个碗把它洗干净 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妈妈太辛苦 我妈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那不是她有特权 而是她吃不下去 那煮完了以后 她就吃不下去 她就上去楼上 她就去读圣经 那帝文姐妹感谢神 我妈妈就常常就会听见楼下 有人在洗碗 那不是别人 就是她的第四个儿子 所以帝文姐妹知道 我妈妈为什么这么喜欢我 帝文姐妹还有 她说她在父亲面前 是一个孝子 那这个孝子的意思 不是很孝顺的意思 而是她一直是跟随着父亲 贴她父亲的心 她父亲说什么 她就留心的听 她好像是父亲的跟班 父亲到哪里 她就跟到哪里 父亲她就留意父亲 说什么 做什么 父亲怎么样行事 怎么样为人 这样子的孩子 是不是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 能够得到父亲的心 所以为什么 大卫这么多的孩子 他就属于这个孩子呢 当然我以前读 这个沙摩记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都是神的旨意 都是因为神就是拣选他 后来我慢慢发现 其实不是这么神 不是这么神 其实他有一些的特质 是肯触摸大卫的心 是不是 你看所有的王子 大卫所有的王 每一个都想要 想什么呢 想大卫的王位 是不是 这个你如果读 你们就看中国的那个 那个这个古代的 都是这样 每一个王子 都是在争那个王位 但是独有这个所罗门 他的心中只有父亲 只有母亲 所以弟兄姐妹 他深得他父母的心 那弟兄姐妹 他有深得神的心 所以拿丹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耶底迪亚 耶底迪亚是什么意思 就是耶和华爱他 哇弟兄姐妹 这是先知拿丹给他取的名字 所以后来他成为以色列的王 神就向他显现 因为他是神所爱的 正如 他是他父母的这个交儿 是父亲面前 是一个跟随他的父亲 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 神就这样子的爱他 向他显现 意味他求神 求什么东西 他没有求什么东西 他求一个东西 就求智慧 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求智慧 他为什么会求智慧 你有没有想过 难道他比你聪明 他知道要去求智慧 难道他知道 只要求智慧 其他的都有吗 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吗 弟兄姐妹 他其实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听 从小听谁呢 听他父亲的话 所以他知道智慧是什么 所以第五节 他说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他了解聪明太重要 他从小父亲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从神 那里得到智慧 要不然的话 你的一生就是坎坷的 第六节 他又说 不可离弃智慧 第七节 说智慧为首 第八节 说高级智慧 怀抱智慧 就使你得尊荣 神就会将华冠 带在你的头上 给我姐妹 这些话从哪里来 从他的父亲来来 他去听他父亲的话 他就领受这个 所以当神向他显现 你求什么就给你 他没有求长寿 没有求他在人的面前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 他心里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他父亲 告诉他智慧的重要 所以他向神求 上帝求你给我智慧 这一件事 也让神非常喜悦 上帝说 你没有求的尊荣财富 我也一样都给你 所以第五节 求得智慧 就得到了一切 你的尊荣 你的人生的尊荣 你人生的富足 都在哪里 都在这一个智慧里面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智慧不是IQ很高 智慧是什么 用姐妹读 往下面读 你就知道 智慧是宁人化 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你把主耶稣 带进去这个智慧 也是一样 第五节 要得耶稣基督 第六节说 不可离弃智慧 你讲不可离弃 主耶稣也对 第七节说 智慧为首 那你说耶稣为首 耶稣为主 你要把耶稣当作主 那第八节说 高举智慧 怀抱智慧 就是高举耶稣 怀抱耶稣 这样你就会得到尊荣 神就会把花冠 带在你的头上 哇 弟兄姐妹 太重要 每一天 都把耶稣基督 摆在你面前 感谢主 我知道你是有福的 因为你每一天 你都把上帝的话 摆在你的面前 上帝就这样大大的祝福你 每一天 弟兄姐妹寻求他 二十二节他说 因为你得着他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全 一全体的两药 这个他 就是讲智慧的话 智慧的道 你如果得着耶稣基督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生命 又得到一全体的两药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的主 不但是我们的救主 他也是因智者 是不是 他也是我们的一智者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可以怎么 得一智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见这个智慧 就是在救援里面 其实是一个比较 比较难以了解 就是智慧 好像摸不着 现在这个智慧 已经道成的肉身 来到我们住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实在是有福的吗 因为你走在智慧 这个智慧的道路上 你得着耶稣基督 那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里面 弟兄姐妹 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二十三节 很重要 第四章的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有心发出的 弟兄姐妹 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怎样保守你的心呢 用神上帝的话语 用神智慧的话语 放在你的心上 弟兄姐妹 因为神的智慧的话 会影响你的一生 影响你的家庭 影响你的事业 也影响你的事丰 一生的果效 你一生的果效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事丰 都从哪里出来呢 从你的心 你怎么样 教养你的孩子 弟兄姐妹 不要看世人 他们都要去长颈路 他们都要怎样 怎样 弟兄姐妹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只要把上帝的话 存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的一生 就是蒙神 上帝祝福 真的 我看见我两个孩子 我就知道 我花钱 这个我觉得 他们说会音乐的孩子 就不会学坏 所以我就花钱 教他们 这个花 那个导师 因为我是传道人 还给我打折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 等到我孩子长大 我就知道 根本就是白费的 根本 我跟他讲说 他到高中 他就说 爸爸我不要学了 他就把那个 那个小提琴还给我 他说我不想学 我跟他讲说 我花很多钱 他说 你不需要花这个钱 我想一想 对啊 我干嘛要花这个钱 好好的 今天 他之所以 蒙真的上帝的祝福 不是因为 我叫他学 学小提琴 学钢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把 上帝的 圣经理的故事 告诉他 他今天 他得到一个 很多的智慧 启示 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 上帝的话里来 所以弟兄姐妹 让你的孩子 欢欢喜喜的 过他的童年生活吧 不要把他压死了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别人靠居靠马 弟兄姐妹 我们靠 万君之夜话 阿们 上帝祝福你